大家好,歡迎收看財經急診室,我是代班主持人靜庭,讓我們歡迎華信頭顧靈和彥琳老師,老師您好。 靜庭好,大家好,我是林德燕。 美中貿易戰終於看起來是有要休戰的意思,那外資也回溜胎骨,老師您覺得哪一些類股接下來可以期待它? 好的,這兩天,美中的代表,終於達成一個共識,雖然最後的細項沒有發佈,可是已經聯合說明了,除了大陸會多買一些美國的商品以外,雙方之間對於這些高關稅不會再把它拿來當成障礙,影響兩國之間,甚至影響全世界,我想這個問題啊,一直都是全市場投資人心中的一根字, 對,全球都一樣,那今天把這根字拔掉了,全球股市大漲是可以預期的,你看今天台北股市大漲了148點,收盤的時候也漲了136點,那其實亞洲國家都一樣,我們看下一張圖表, 當事人大陸,深圳漲了1%,連美國現在還在放假,可是電子盤已經漲了200多點了,歐洲開盤之後當然也是漲的,所以可見得這個事情是一個大力多, 這是一個大力多,可是你要等到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,你才突然恍然大悟,原來事情沒有那麼可怕,那其實早就有預警了,你看之前古神巴菲特在5月7號的時候,他就已經說了嘛, 他認為兩國的負責人,不會那麼愚蠢,笨到把這種事情給惡化掉,所以巴菲特在5月7號的時候已經跟我們講了,他個人看法這個事情安啦,口水還會持續,可是事情不會那麼惡化, 而且他同時也講說,他會繼續加碼平股的股票,你知道古神巴菲特他的基金,目前是蘋果的第三大股東,而且在他基金裡面,他持股最多,就是蘋果的股,就是蘋果, 所以蘋果股價大漲,我想最大受惠的還是古神巴菲特,對,那這個行情其實我在4月底的時候,我在我的節目裡面,甚至於在很多的一個line app上,我都已經用時間密碼角度來分析這個行情,其實台北股市這半年來,你看這張圖表就很清楚,這半年來,每個波段都在走24天25天的一個循環,那這次從3月中, 從漲到第23天之後,回下來到4月26號,正好到年限8500點的時候,正好跌到第24天,當時我就在很多專欄上面,甚至於light裡面預告, 年限一定會守住,行情會開始回升,這個就是時間密碼的威力,你看到現在下張圖表,已經漲多少天上來了,那等到你發現,整個事情沒有那麼嚴重的時候,行情已經走500點嘛, 所以有時候掌握先機是很重要的,那時間密碼,你如果有興趣學習的話,以後我在開課的時候,你可以來報名沒關係,那我們可以看到,在行情上漲過程當中,今天是幾乎全面都漲, 可是臺北股市在全面都漲的情況之下,還是有一些,比較特殊的一些類股提供給大家注意的,首先蘋果股價,在股城巴菲特的加持之下,已經創了歷史新高,190元,可是蘋果股普遍都在底部, 是形成兩個極端,蘋果股價在高檔,在歷史高一點,臺灣蘋果股在底部,首先蘋果股在美中貿易的問題,暫時停火的情況之下,我們看下張圖表,整個蘋果股全面大漲,從大力光玉晶光一直下來,包含台積電可乘,可是蘋果股你要注意,因為蘋果股很多, 有些蘋果股已經被壓到沒利潤了,有些蘋果股,今年的訂單可能能夠分配到不多,所以這個部分你在選擇上面,你一定要針對今年度,有辦法掌握到大訂單的,而且利潤還不錯的,那些長線才會是有比較好的一個機會,可以去多注意,才能夠讓大家大賺,除了蘋果股以外,你知道最近台幣,像今天台幣又貶值了0.8角,我特別把最近這,連續三季來台幣, 你看第四季,台幣升值了1.5%,第一季,台幣又升值了2.5%,這對台灣的出口來說,是相當影響相當大的,因為會有匯損的問題,好,那從三月底開始,台幣大幅的升值上來,貶值,到目前已經貶了3%了,貶了3%的結果,對台灣的出口是有利的,尤其是電子產品,所以這波台幣的貶值, 那麼第二季,電子股的財報,會有好的一個利多回饋,所以電子股只要是,金額大的,這個你可以特別注意,那提差很多,比如說像暑假,忘記要來了,什麼忘記? 遊戲軟體,對遊戲軟體,現在小孩子,你的暑假,乖乖在家裡溫習功課,很快,一定在玩遊戲對不對,對,你以最近,橘子股價從120跌到57塊,最近很快,7個交易日,漲了23%上來, 那橘子股價很具代表作的,因為他這次代理的是,市場,熱度最高的,天堂M,你看營收,一到四月份,比去年重啟成長了1.2倍,那EPS第一季,也創下歷年的新高,所以,迎接旺季的來臨,其實遊戲類的股票,你也可以特別注意,那有一個類股,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,每年6月初的時候,台北電腦展, 這個對台灣來說是一個大拜拜,因為電腦展每年至少都有,300億美元,會在這一個禮拜裡面,來做撮合,我們來看下一張圖表,這次6月份台北電腦展,總共有10大主題,這10大主題其實還蠻多的,沒有辦法一項項來跟大家說,可是這些將是,台灣商機的來臨,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,我沒有辦法跟大家做更細一步的報告,想了解,6月台北電腦展, 發展細項部分的,對誰有利的,歡迎加入我的Lite,我會有更進步的說明,好,謝謝林老師,接下來請繼續收看一分鐘看台股,大家好,我是林德燕,一分鐘看台股,提供給大家禮拜二看盤的重點,那美中貿易戰,暫時停火,全球股市間全部都大漲,那這裡面包含美國,連電子盤都漲了200多年, 台北股市間漲了130幾點,可是你可以發現到,今天量不多,只有1200億,可見得很多人還不敢追高,那外資的部分今天買超30億,也不多,可是外資竟然在台子期部分,大買了3658口,可見得外資買頭部,以小博大,四兩博千斤,所以台子期的動態,對台北股市的方向,是有很大的影響,那當然, 美中貿易戰的問題,是很多人心中的刺,這根刺拔掉之後,對於多頭來說,應該是更有利的,那今天晚上,美國股市是不是能夠,帶頭繼續再衝,我想對於明天,台北股市跟全球股市,都會有很大的影響力,那同時,蘋果股價創新高之後,蘋概股今天表現都不錯哦,所以指標股,明天看蘋果的表現,蘋概股的表現,那這幾點提供給大家來做參考, 至少,